男人女人在找结婚对象的时候 到底谁的问题更大一些 大家好,我是林曼聊人生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其实男人 如果真的要按所有的男人 和所有的女人去对比的话 那其实男人在找对象的时候 他的问题 他是比女人要小很多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就是很多男人 他们是非常的有自知之明的 他们会根据自己的 学历 收入 身高 外贸 还有家庭条件 还有赚钱的能力 或者资产 各方面他去评判 如果他自己知道 自己不是那么一个优秀的人 自己的各方面都非常的普通 或者说自己身处在底层的这些男的 他们找老婆 他们就是说实话 有个女人愿意嫁给他们 就不错了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女孩子 他找老公的时候 就是他们都是 百分之七八十的 就至少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女人 他们找老公的时候 他无论自己是什么样的条件 他不管是自己是个 初中生还是高中生 他们都要邀请一个男的 有本科以上的学历 对吧 他们是这样想的 无论自己就是长得漂不漂亮 他也要求这个男人 最起码约入过万吧 很多女人都会这样想 无论自己挣多少钱 哪怕自己挣个两三千的 他可能也要要求这个男的约入过万 就是不管自己长的就是学历怎么样 收入怎么样 家境怎么样 情商怎么样 就是身材 身高 学历 家境 情商 各方面 他不管自己什么条件 反正我就要要求这个男的 哎呀 年入二十万以上 就是身高 最起码的一米七三 一米七五以上 本科学历 有房有这 家境好 他们都是会要求男人 是这样的一个条件 但其实我说实话 就是就我感觉女人在结婚的时候 你真的不能要的太多 其实你想想啊 如果一个男人长得帅 哎 身高也不错 长相也不错 哎 收入也不错 啊 学历也不错 有房有车 家境还不错的这么一个男的 那你说他凭什么就是找你呢 对不对 就是找一个啥啥啥都没有的你呢 就如果你自身不是各方面 条件都还不错的情况下 那我感觉这个男人 只要收入还不错 啊 对不对 对你也挺好的 啊 你真的就不要要求这个男人 长得必须有多帅 或者说哎呀 你学历必须有多高 啊 对吧 或者一定要身高有多高 那他只要就是说 不那么矮就好了 所以就是 你想一想啊 如果一个男人 对你也挺好 啊 赚的也挺多 你就不太可能去要求这个男人长得特别帅了 对不对 或者是啊 非要要求这个男人学历特别高 或者如果这个男人长得特别帅啊 赚的也比较多 那你可能真的就不能要求这个男人对你特别的专一 真的啊 我感觉现在哪有什么世界是美的男的呀 你说又帅 又有钱 对不对 家境又好的 怎么可能呢 是吧 那这种男人他可能就会啊 会花心 所以我感觉一个男的赚的还不错 能够对你好 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我感觉女人真的不要太贪心 就是你 如果你真的想找那种家境很好的 或者个人能力很强的这种男的 就你一定要有与之匹配的能力 你除了长得还不错之外 你可能还得有一个很体面的工作 或者你赚的特别多 或者你家境特别好 要不然那些各方面都好的男人 人家傻呀 对不对 就是你这婚恋市场 就是人家都不傻的 或者说你的情商特别的高 你特别能够给到情绪价值给男人 要不是这些男的都不傻的 是不是 所以我真的觉得 希望女人能够明白这个的 这些道理吧 很多女人现实生活中 他们不懂这个道理 他们就想了什么都能要 其实为什么大龄圣女会胜出来 胜下来呢 其实只要他们不是那么的跳 他们想找个男的结婚 只要他们颜值能够达到 普通的那个界限 他们都是可以找到一个男的结婚的 为什么找不着 就是要求太高了吗 没有别的 我感觉绝大部分都是要求太高的 好了 有什么情感问题 欢迎抖音搜里面聊人生 找我私信投稿 或者咨询 拜拜